这次寒潮大风天气也对我国海域的船舶造成了影响 昨天凌晨山东烟台海域陆续的有四艘船舶遇险29人被困 当地搜救中心出动直升机进行海上救援 烟台海上搜救中心接到紧急求救信息 长岛海域陆续有四艘船舶遇险 搜救中心立即出动救助直升机直飞示范海域救援 而此时船舶遇险海域风力高达11级 阵风甚至高达13级 海上疯狂浪机 七组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采用高位引导绳的方式将遇险人员分别吊上直升机 截止到中午遇险的29名船员全部平安获救